近年来艺术创作已经越来越贴近生活 创作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409一位从事有画创作的艺术家林嘉宏 因为对水的迷恋 用画笔表达对水的感谢 专注的眼神 手上拿着细细的画笔 一点一滴慢慢完成眼前的画作 这是从事创作20年的艺术家林嘉宏 因为热爱艺术 甚至远赴美国学习多媒体与艺术创作 仔细一瞧 他的作品都跟水有关 有一次跟学生去花莲旅行 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坐游览车就下雨 下雨窗外 在游览车的窗外滴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水滴 我就觉得很漂亮 尤其是在开夜车的时候 很多霓虹灯啊 很多一碗的灯光 觉得这水好漂亮 那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就觉得如果画这个东西不错 然后后来呢 我就画了一张两张跟那有关了 然后就之后就一直画一直画 后来就发现说这个题材无穷无尽这样子 林嘉宏表示水可以无穷尽的延伸 并能够呈现出个人风格 因此他用水来创作 林嘉宏的工作室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展场 除了琳琅满目的油彩颜料 充满设计感的调色盘 鱼扮成品的画作 还有各式各样的作品 像是一只跳跃的鱼 身上挂着输个方块形状的水 呈现出违背自然的基本特性 表达人也应该不断努力的往上跃进与突破 还有门中门呈现出超现实的空间感 要启发观赏者有木头的角度看世界 谈到如何创作 林嘉宏说 其实他都是无时无刻的随意创作 将灵感划下来 通常会有一个草稿 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稿 像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草图 可能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在乱画 然后一直画一直画 我可能画了 像譬如说你看我就会到一叠一叠的草图 然后我可能过一段时间 在看我这草图游戏 有些东西可以再发展 再把它挑出来 因为对水迷恋 林嘉宏未来仍会以水为主题 除了记录生活中的水 也是表达对水的珍惜与感谢 记者林志力 何志操 采访报导